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沈憶 我們今天去看下面一圈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最後一話基本上讓大家看的就是我們運動會的一個新的小遊戲啦 我覺得個人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那今天話這邊打的時候也是 拿到了一千多分喔 拿到一千一百六十六分 然後 現在是三百九十八名 還在努力當中啦 我覺得目前來說的話應該慢慢的已經會完這樣感覺喔 那所以現在競賽這邊的話是還沒打完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繼續給他打下去看一下後面還有什麼就是比較厲害的機能 因為他這邊的話要拿到票券才可以去打就是旁邊那些就是 比較困難的一些敵人啦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先來這個 障礙賽這邊先來打一下這些敵人喔 要先把他們給打死 那這一次障礙賽的話 普通關卡也是有兩波的敵人喔 所以稍微會比較 花比較長一點點的時間啦 所以大概大家可以就是用一些就是 一波流阿 或是怎麼樣的關卡來 隊伍來打一下這個關卡 應該會稍微比較好打那麼一點點的感覺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覺得就是 就除了我們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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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以前的海灘以外呢 基本上喔 目前這種就是競賽活動 或是這種就是打關卡活動的話 還沒有一個活動是我覺得就是非常恐怖的 就只有我們之前那個海灘啦 因為那個海灘真的是太恐怖了 應該是之前有人反應之後然後就變成就是 把他調的這麼簡單這樣感覺喔 然後就讓大家都可以打一些東西 那這一次二波的話呢 因為現在是普通關卡嘛 所以大家知道可以看一下困難的關卡 到底是長什麼樣的難度這樣子的感覺喔 然後這一次除了我們這個競賽活動 還有我們就是剛剛介紹的那個就是趣味的那個 街球活動啦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就是要挑戰王者的活動 那我個人是蠻想要去打那個挑戰王者的 因為挑戰王者那邊的第三隻的那個BOSS 居然是我們的豪傑喔 哇塞 我們這邊的話還沒跟豪傑隊打過 所以不知道豪傑到底逆不逆害喔 所以到此話過去看一下那個豪傑到底會打出什麼樣的攻勢 我覺得應該會頗有趣的感覺喔 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文少女也是順利被我們打 是沒有問題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可以繼續再往前進了 不然後面的話應該還有就是 應該也是十二關吧 因為跟之前一樣的感覺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道具加成喔 這邊的話就是 你按下去的話它就會讓你拿到的就是那個票券那些的話 會有加成 所以會有那個哨子喔 那哨子那邊的話基本上可以從我們的那個就是那個 任務阿 或是我們打完關卡之後可以去取得 還是很不錯 那每一次的這種活動的獎勵大概都是會有我們就是那個 欸 加血量的勳章啦 就是那個 英雄的勳章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拿一下 然後增加你吃更多的那個 呃 英雄或是我們怪人的血量 基本上 那個東西我比較少在合成啦 我通常都是合成就是那個專武那個系列的 反而是這種就是 活動勳章的血量 應該真的要找時間趕快來就是 收集一下 然後把它們練高一點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照理來說應該是這樣子喔 不過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處於一個比較 比較比較懶散的一個階段啦 我們都是 都是在那邊就是 看角色 然後慢慢練這樣感覺啦 呵呵呵 所以就是看大家要怎麼玩啦 所以就是 呃 依照你自己的玩法去玩這款遊戲就可以了喔 因為哲平比較來說的話 主要來就是收集角色跟打我們 就是那個挑戰關卡 挑戰關卡的話大概就是PVE啦 就是打電腦那種感覺 然後 滿多人是喜歡玩這種是打競技場阿 或是怎麼樣的 就是跟別人去比拚就是那個 自己角色的實力 那個的話可能稍微就會比較累一點點喔 不過我覺得這幾種玩法的話都非常非常有趣啦 那我個人的話基本上就是 非常喜歡就是一拳超人這個IP喔 所以我是 滿想要看就是更更更更更更多一些英雄這樣感覺喔 沒有問題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看漫畫喔 漫畫最近的話好像是在 好像又在拖了 呵呵 好像又在拖了 因為他現在在畫那個甜美假面的一些東西好不好 但是我們根本一點都不想看甜美假面 不要讓那個甜美假面出來啦好不好 呵呵呵 我只想看一下那個 大久遠 到底後面就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不好不要再給我看那個 看那個甜美假面 然後大久遠的那個就是 女性形象阿 因為陸服已經有出現那個大久遠的就是 胖胖形象了 我是期待他的女性形象 如果出出來的話 哇塞 我已經馬上給他抽包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就是我們一拳超人這款遊戲阿 妹子真的是很少欸 真的是很少 但是其他英雄也是非常非常的帥氣阿 所以我就 我就也算了好不好 所以大家會發現就是 唉唷 哲平是不是難得就是 沒有把你的那個隊伍全部都放妹子了 沒有辦法 但是因為這款遊戲 妹子就是真的太少了好不好 就只有那個龍捲阿 吹雪阿 三節棍莉莉阿 然後就沒有了 那其實那個運動員也還不錯啦 就是我記得大家如果看漫畫的話 裡面有一個運動員那個 就是那個跑白米的那個角色也不錯 鐵人三將女阿 那個自己還行 然後 我記得就是背心大師的那個背心團隊 裡面有一個背心女 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 一拳超人裡面有很多妹子都還蠻好看的阿 但是 怎麼就不幫他們 怎麼就不讓他們亮多一點像呢 對不對 幹嘛阿 雖然其他英雄比較帥啦 但是 說真的來幾隻妹子也好阿 我一定就組成一個妹子戰隊好不好 只是我 我目前來說 唯一好不好 唯一玩遊戲真的是 沒辦法組妹子隊伍的一個遊戲 你知道嗎 你就只能 只能組一隻怪人阿 或是組我們的那個 然後怪人好像 目前來說好像除了那個 文少女阿 還有我們就是那個 大雍煙以外 好像就沒有 阿還有那個啦 拿皮鞭的那隻 ASM女王的那個就是那個怪人 那個是女的 雖然怪人的 怪人女性角色也是很少耶 怎麼會這樣 是怕太露骨是不是 英雄就夠少了 怪人也很少 通常應該又是 英雄男生很多 然後怪人就女生很多阿 然後兩個就那個 嗯 對對對 通常 通常是這樣子阿 但是 這遊戲 這部作品阿 真的就是那個 女性像 女性的那個角色太少了啦 所以我們才去玩那個就是 美好的世界 哇 就除了男主角以外 其他都是妹子 就是爽這樣感覺 不過一拳超人 我真的還是覺得就是 他各個那個角色的設定阿 跟怪人的設定的話 都是做的一個就是 我是一個人是給蠻高分的啦 所以就 可以忘卻那個 忘卻沒有妹子的這個缺點喔 呵呵 而且其他還是有妹子阿 但是就真的是太少了 因為其實 你說如果這個作品的妹子本來很醜 然後大家不喜歡 你把他用掉就算了 但是你的妹子明明就超級無奇症阿 有文少女又有那個 哇 怎麼可能很醜 欸三疊棍 三疊棍莉莉也長得很可愛阿 那又不知道為什麼他 他就比較少出一些妹子喔 比較可惜一點點 可以 刷死了 可以喔 在我們講話之餘 默默就 打到了那個 第八關了 後面感覺還會 喔v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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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這邊就可以打豪傑了是不是 哇 那我開始有點期待了喔 不過 因為這個關卡是補通的ر 所以這個豪傑應該也不會搶到哪裡去 不一定喔 搞不好我們連普攻都打不過去 然後就直接被豪傑打掉 哇 豪傑居然來參加那個 運動會了欸 我還蠻 我還蠻那個的欸 蠻驚奇的 不過 也是這樣子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大家看到我們最近的限時招募角色阿 跟我們就是一些角色 通常我們的英雄系列的角色好像比較多 怪人系列的角色就比較少 所以豪傑出現在這關卡裡面 我覺得應該就也不過分 因為真的上一隻的角色大概就是那個吧 惡狼也不算是怪人的一組阿 上一隻角色大概就是波羅斯了吧 哈哈哈哈 那波羅斯是怪人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再來就是我們豪傑了 真的很少怪人欸 因為限時招募角色的話 目前來說最厲害的就是怪人大概就是那個吧 就是波羅斯拉 然後第二隻才換到我們這個豪傑 然後其他 全部都是英雄 我真的覺得 英雄隊伍要搶也不是.. 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你知道嗎 為甚麼英雄插怪人 我們英雄隊伍這麼強 是因為我們英雄插怪人 那個我們英雄隊伍的人太多阿 他們抽的限時招募真的太多了 阿你限時招募在抽出來的東西你不可能很爛嘛 對不對 所以就差不多是這樣子阿 然後反而是就是 限時招募角色的怪人就超少 就只有波羅斯跟那個.. 一半的惡狼吧 惡狼現在就是有遊者嘛 就是 不知道他到底是幫那個英雄還是幫怪人的 他兩邊都不幫的感覺 他是幫正義這樣的感覺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兩個出在怪人在裡面的話應該還行喔 好 這邊的話 哇 居然是 吹雪組加上原汁武士幫忙那個惡狼開一個先鋒是不是 哇塞 這個... 這可以嗎 對不對 怎麼大家都幫那個惡狼呢 真的還蠻喜歡看就是那個惡狼跟那個幫虎兩個對打的時候的樣子 因為那個功夫對功夫的感覺 喔超級無敵帥 然後就用那個六歲鋼猜拳直接把那個惡狼打到一個爬掉 超帥氣的喔 原汁斬 但是不痛不癢 而且我們這邊這套隊伍還會補血 再加上姨姨的護盾 完全沒有問題 好 再來是惡狼囉 居然是跟鐵妹甲麵跟那個竹筍人 剛剛那個黃金球合在一起 黃金球我說真的我也好久沒有用喔 初期的時候就是剛初大家都推薦那個一波流的時候 就有先把他練起來 但是後期真的就是 比較傻在用他了 以前練的那個龍卷阿 然後那個什麽 那叫什麽 那是什麽 那叫什麽 金屬騎士阿 銅帝阿 然後那個黃金球阿 原汁武士阿 龍卷阿 這些好像都比較少在用 因為我們現在打的就是那個 殭屍男的這個補血流派 再加上姨姨的這個護盾 保護流 你看全部都是護盾 基本上很難的殺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邊閃光 其實他自己也可以開一個那個 流光隱形的護盾了 就會更難殺一點點 而且他的那個追擊阿 都會有那個就是 額外的那個傷害 我覺得 噢 打一千關卡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有用喔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基本上 已經差一點就要被打 哇對對對 他還有那個欸 他還有護區阿 哇 這邊 好險喔 我們差一點就要GG了喔 他差一點就把我們的那個閃光給打爆了 不過好險 然後最近我有把那個殭屍男練到10 呃 練到90等不到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然後再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 最後一關 豪傑です 好不好 看一下豪傑到底有發生什麽事情 這第一波的角色是我們的進化之家喔 應該是ok的好不好 我們就進化之家打進化之家 欸 我們這邊有那個進化之家大台柱 阿修的獨角先了 你們小心一點喔 他們好像也有 呵呵呵呵 流光隱形捲爆前排 沒有問題 你覺得文少女真的是很燒欸 但是 就等吧 因為之前好像有觀眾跟我講說就是 之後好像會出就是文少女的那個 那個進化型台 就是紅色的那個文少女 所以應該又會有在其他妹子 這感覺 然後現在漫畫其實說真的 唯一大概目前出到 真的以後可以登場或是登到那個限時招牧角色的話 大概就大窮眼了吧 就那個妹子 因為那個妹子就滿厲害的 那個魔王等級的喔 所以應該會滿多那個 蠻多噱頭要在他身上吧 我是希望接下來因為第二季的那個 劇情已經開始了 我是希望接下來可以那個 做個那個 打大蛇關卡 大蛇王喔 打大蛇的那個關卡 大家去那個地底下 然後到時候那個 黑色金子阿 然後那個貓阿 還有鳳凰男阿 還有那些全部都出來的話 那應該 喔 活動應該也是打不完喔 感覺就很high 然後後面應該會出那個鳳凰男啦 所以怪人的話應該又可以再有一隻戰力了 那個不死鳥鳳凰喔 應該是ok的 哇 當初我在看那個漫畫的時候 真的覺得那個 同地打那個鳳凰男真的是 卻的爆炸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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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為什麼對面人總是這麼帥 為什麼對面的敵人總是這麼帥 可以跟我解釋一下嗎 剛剛那個 他那個招式打我們好帥 而且感覺好像很痛欸 但是我們好像都補回來了喔 喔 好厲害喔 哇 豪傑真的也是很帥 出來擺個果實 然後就被打爆了那個角色 很可愛 王之洞賀 看這次應該也是可以沒有問題的喔 OK 解決 那接下來應該還有那個就是我們那個就是 普通的那個困難的關卡啦 所以到時候我們明天再來解決 解決之後我們就可以到去打真正困難的那個了 打真正困難的那個就是極限搏擊了 因為極限搏擊這邊的話是地底王跟波羅斯還有這個 喔 它不是打完 它是每一天都可以打不一樣的啊 喔~~ 所以明天的話就可以打豪傑了 那明天的話我們先來教訓一下這個豪傑 應該是不錯的喔 好 那大家的話運動會都打到哪裡 都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囉好不好 那你們現在目前打那個接球球拿到地底分 也可以在前面留言告訴哲平跟哲平 比聽一下分數好不好 那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